疫情烧进校园 依照现行的规范 校内两个人确诊就要全校停课 已经有超过230所的学校 因此停课 上午指挥官陈时中 终于松口最新的停课标准 严理将以班级为单位 校内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班级 出现确诊者或是密切接触者 才需要全校停课 受疫情波及而停课的学校 全台已经超过230所 目前中央承诺要放宽停课标准 但新规定迟迟没出炉 上午指挥官陈时中终于透露 会以班为单位 大规模的班级停课后 全校才会停 以现行的标准来看 高级中等以下的学校 只要校内有两人确诊 全校都得返家进行线上教学 但接下来将会改以班级为单位 这一步初步可能规划 校内有三分之一以上班级 出现缺诊者或是密切接触者 才需要全校停课 对于国小来讲 这个是有点太快了 因为我们的国小小朋友 基本上除了一到五年级的孩子 都没有打过疫苗 有跑班上课的老师 足迹就包含授课班级 如果确诊的是学生 所属的同班同学 都将列为密切接触者 暂停实体课 其他社团活动交通车上的接触者 所属班级也得停课一至三天 进行疫调非密切接触者 一至三天后可恢复上课 但密切接触者的班级要居隔停课 因为老师基本上在高国中 都是会有跨班授课的情况 如果从确诊者是老师的角度来看 可能帮助就没那么大 医师担忧放宽标准有风险 但也有工卫专家表示 面对Omicron病毒传播 应该采取流感的方式处理即可 尤其国高中以上的学童 还有教职员 不少人都打过两至三季疫苗 如果场域有自然通风 应该可以降低群聚感染的发生 解台北综合报道 花莲奥斯卡餐酒馆感染链 不只烧进了补习班 现在还波及到多所国校 确诊的补习班外籍教师 先是传染给两名学生 一名家长 学生再传染给同校的同学 其中东大副校已经累计五名学生确诊 另外花莲学生数最多的民意国校 昨天深夜也接获了三名学生PCR阳性通知 先紧急停课四天进行请教 上课时间学校只开小门 有的学生赶来拿东西 有的家长无法请假 只能送孩子进一校自习 因为民意国小临时宣布 全校即日起先停课四天 昨天就知道这是应该要做的 因为毕竟老朋友到份没有打预防针 再传学生中标 而源头就在小加拿大 梅雨补习班 一名外籍教师 因曾到过奥斯卡餐厅而染疫 先是传染给两名学童和家长 两名学童分属不同学校 民意国小学童 再传染给三名同班同学 另一位东大副小确诊学生 包含幼儿园 同校也传出五名学生染疫 目前四例都是梅雨补习班传出来 另外还有一例 现在还没有暗号 还在卫生局里面查证当中 小孩子的第一个确诊 是感染源应该是从补习班 就梅雨补习班带过来的 坐落在别的班级的学生 也是有那个感染的风险 同样停课清销的 还有中正国小 晚间接获通知 有一名学生确诊 如今补习班传播链 在各校园有扩散迹象 孩子们彼此接触频繁 又没有疫苗保护 如何阻断病毒继续发散 是卫生局的党务之急 介绍建环报道 另外基隆信义国小累计 两个班三名学生确诊 校方昨晚紧急宣布 全校停课到4月18号 不过消息来得太突然 家长临时接到通知 急忙跟公司请假 要留在家里陪小孩 还有的学生 作业跟课本都来不及待 一早回学校去拿 更有家长非常不满 只停课 却不帮孩子安排裁减 形同防疫破口 校门口铁门半开 穿堂拉起红楼 不给进去 不少小朋友到了学校 才发现停课 双星家庭的家长两头烧 也只能临时跟公司请假 回家陪小孩 今天也是临时请假 晚上8点的时候才接到 觉得好突然 那工作什么的都没法回来 基隆市学生数最多的信义国小 累计两个班三名学生确诊 全校和幼儿园1400名学生 紧急停课到18号 但只有停课没有安排裁减 也引发民众抱怨 家长好生气 就怕出现破口 校方和教育处只能道歉再道歉 表示目前已经针对 确诊个案的同班同学匡列裁减 另外小吃店引爆的警局传播链 也有最新承接结果出炉 第一分局汪姓小队长 和第二分局零姓侦察队长 撬班到银河小吃店 和港督知新卡拉OK消费 疫调时还隐匿足迹 分别调任警员和警务员 另外多个单位 9名内外请人员也跟着颁封调整 13号正式交接 相关重大伪计 其考格监督不周人员责任惩处 另一公务人员考机法 与警察人员讲诚标准等相关规定办理 疫调不实让多名原警染疫居隔 市警局大动作严惩 不让侥幸之心成了防疫破口 记者蔡志恒基隆报道 疫情升温民众现在对快筛世纪的需求量大增 外界质疑快筛世纪美季动辄要价300元 跟国际间的快筛世纪价格相比 德国美季100元 新加坡100到130元 南韩美季140元 中国大陆是66到180元不等 而台湾是300到360元之间 也被质疑是不是在发国难财 我们记者实际走访了北市药局 有药室反应在政府宣布要征用快筛世纪之后 目前已经叫不到货了 厂商也不再出货 指挥官陈时中则是要大家 现在不用急着抢购 因为价格会越来越便宜 更承诺未来的目标是 每季至少200元以下 连日本土报寸个案 民众抢着狂买快筛世纪 直击北市药局不仅很难买 想补货也叫不到货 快筛是已经叫不到货 因为厂商都说因为政府要征收 所以大概大部分都已经是停止出货了 有药师反应自从指挥中心喊话 可能要征用快筛世纪后 厂商就不再出货 而昂贵的快筛世纪价格 更让民众荷包失血 看看其他国家 德国美季100元 新加坡100到130元 南韩美季140元 中国大陆更只要66到180元不等 但台湾美季却高达300到360元不等 偏高的快筛售价 引发外界质疑 厂商是在发国难财麻 防疫学会理事长王润贤更痛骂 根本土力厂商 他是可能这个都是要 土力于我们的这个厂商 土力厂商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那个厂商 能够愿意提供这些防疫产品 现在大家也不急着再抢购 因为它会越来越便宜 这是我可以跟大家来保证 至少是200块以下了 指挥官陈时中挂保证 未来美季快筛世纪 价格一定会降到200元以下 国内有生产快筛世纪的业者透露 如果有台湾小规模在地业者 开发的家用快筛世纪 研发费加上管销成本 美季底价大约是60多块 大规模的一财床 价格还能压到美季40到50元 民众期盼快筛世纪价格要降 但未来如果中央征用 恐怕还有这两大问题 哪些人可以先领 还有有进口跟台厂 哪个县市发台厂 哪个县市发进口的 眼看疫情严峻 快筛需求势必日益增加 但征用后快筛的优先发方顺序 等相关配套都得一并考量 才不会引发民怨 记者中道 并且不能复杂 进口 根本